太多了 我刚好在看你那个19年跟奥沙利文的那个比赛 我就想找你 你现在还要玩拆球吗 华晨宇和女儿相认之后 并没有因为女儿的到来和张碧晨复合 而是决定以单身的形式和张碧晨共同抚养女儿 如今他们的女儿已经两岁了 为了早些发现女儿的天性 也为了女儿将来不输在起跑线上 张碧晨和华晨宇都计划着给女儿报早叫班 以及兴趣班 因为张碧晨和华晨宇都是较为出名的音乐人 在音乐方面都有很大的天赋 以及自己的成就 所以为了女儿将来的道路走得比较顺畅 华晨宇想让女儿将来也是做音乐 两人能够在音乐方面帮助到女儿 当然也是想成为女儿今后的第一个导师 让女儿少走弯路 要知道在音乐的道路上有天赋是极好的 当然也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决心 要自己踏踏实实地去寻 去付出实践和努力 张碧晨在这条道路上 就吃过不少苦 当然也不希望将来看到女儿成为第二个自己 想让女儿往演艺方面走 将来做一个导演 不料华晨宇说出一句 做导演要成天日下雨淋的 你是希望看到女儿将来成为这样吗 听到华晨宇的这话 张碧晨都不敢吭声 那么大家认为 他们的女儿将来会是 往音乐方面发展 还是演艺方面发展呢 对此怎么看 欢迎留言评论